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我是凯西 记得我之前94集视频我分享的V1 那时候我也讨论过亚马逊带动暴涨的Affern 到了170块 结果现在只剩下67块 最低还来到48块 上下整整跌了72%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千万不要去追高 免得会套在山顶别墅区 在什么时期买什么产品很重要 我不是说不能买 最近烧到48块 如果有耐心买着抱着 我觉得也是好的机会 但相反选择V的人现在会比较心安 毕竟V也早就是巨头了 虽然有些公司不会带你一瞬间发大财 但是至少是一个缓冲仓位的好选择 尤其前阵子股市进入这样大修正状态 如果不小心弄假成真 来之熊就糟糕了 所以挑选上需要有强劲财报和好的引导 像V这样有好的财报 去支撑公司或者是低于估值的公司 甚至有时候低于估值的公司还是会再跌 像PayPal 它的财报低于预期还有引导不好 不然就来看会不会回车120块 再来一个大爆雷就是脸书 为什么脸书这周会大跌呢 我会说一下重点部分 检视一下财报我觉得最吓人的地方是 本季开始公司第一次把财报分开来看 一个是Family of Apps 另外一个是Reality Labs 也就是元宇宙事业群 元宇宙的营收在2021年营收有22亿美金 但是光是亏损部分竟然高达100亿 一般成长的公司即使是亏钱 也不至于亏损大于所赚的钱的5倍 这是主要影响公司本机获利原因 看到投资者应该都吓到 即使明白公司在做的是未来 一定有朋友会觉得说 脸书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钱去开发呢 脸书的总营收来到336.7亿美金 年成长率来到20% 受到苹果影响呢 还可以有这样的成绩算是不错 本业每年还是赚近50亿到100亿之间 公司完全是没有长短给付债 都是拿自己赚的钱去投资 完全没有借钱 还是非常健康和数一数二的财务公司 有580亿美金的现金流可以随时使用 再加上自己的营运现金也有530亿 加起来也有1000多亿 暂时看来公司是有充足的现金 公司也有计划买回自己的股票 只是说现在五分之一的钱去发展元宇宙了 并且老板CEO马克祖克博也说 元宇宙的投资部分接下来还会增加 简单来说这部分就是快速燃烧脸书赚的钱 虽然脸书使用人数下滑 但是每个使用时间变长 从ARPU这个会员的营收贡献程度上来看是有增加的 所以这一季的营收还是超乎预期 但引导说短期有很多难关 苹果政策还是会持续影响 还有成本也提高很多 亚洲赚少我觉得不是唯一的致命商 主要是元宇宙要花很多钱 但如果不去跨越死报这个产业停滞不前 最后也会变成传产 尤其现在市场竞争很激烈 这一次他也不断提到TikTok 所以如果不转型 此时也会面对问题 而且身为科技公司还是要不断创新 但投资人大部分只想赶快看到结果 而且下一季2022年的Q1的引导预说 预计Q1营收会介于270亿美金到290亿美金之间 年增长率为3-11% 不但低于华尔街预期 而3-11%这当中的区间也变动很大 脸书也第一次承认了这一次 第三季到第四季少了50万的用户 整体来说这季的财报是很多坏消息 所以盘后大爆雷 我自己也是受害者 因为在大跌之前大盘的我觉得好不容易指纹 所以我买了一个Facebook的齐全 虽然到期日子到5月 心里还犹豫要不要在财报前把它卖了 因为我实在不太喜欢赌财报 盘中还有赚4425%的获利 但是盘后来看 这个法国料理可能要变成馄饨面了 下次我要提醒自己 如果不是把握很大的财报呢 我应该不要按财报对抗 免得最后受伤的还是我 我个人是觉得公司的基本面确实有改变 以前是花1块钱可以赚回1块钱的公司 但现在在广告系统人工智慧 还有隐私政权跟元宇宙的研究开发上花费很多 将会大幅降低他们的营业利益率 现在就看你们相不相信说元宇宙会不会成功 所以呢变成是长期投资 但公司的财报上面还是很健康 而且公司也不是第一次面临转型 趁现在公司还是很会赚钱的时候去转型 总比到后来发现自己不行的再转型来的好 至于我自己呢 要看会不会到231这边的支撑 才会再出手购买 因为从早期我已经有买脸书了 所以到现在来看我手上的脸书还不少 这是我个人对脸书的看法 单纯要大家分享 再来是去年10月就有在社群分享的LMT呢 跟ATVision呢我暂时就先卖掉了 因为上星期有好多打折品 我先拿回获利和本金 ATVision有30几%获利 LMT稍微少一点 再去买Tesla 还有Adobe 还有最近的Google 毕竟呢其实我是一个科技控 但是不代表说我不看好LMT跟ATVision 只是暂时呢我更吸引我的投资标的 这边稍微聊一下Google Google呢 母公司alphabet呢 在2022年的2月1号表示 将要推出一拆二十的拆股方案 Google呢一直是一家很好的公司 但是就是股价太高贵了 有高攀不起的感觉 Google呢在人工智能呢 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所以拆股后反后比较亲民 对于散物投资者是可以负担的价格 有机会让更多人买进公司的股票 我个人看法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呢 拆股往往不会对股价产生重大的影响 对大盘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作为投资者 分股呢不会改变企业的价值 阿法北上一次拆股是在2014年 投资者每股有一股股票 就会获得额外的一股 从历史来看拆股来说 苹果或Tesla都好 宣布要拆股之后呢 股票是上涨 但是真的拆股之后 股票又下跌 直到近期苹果又开始回到基本面 尤其在大环不好的时候 阿法北的拆股方案股 全登进为今年的7月1号 所以在这边提醒一下 和我一样有兴趣的朋友 在买Google上会发现有三个不一样的 那有什么差别呢 可以看我上面图表的分享 再来还是回到我的正题 就是Adobe 是这一次大跌之前 我就锁定很久的目标 Adobe是数一数二的软体公司 成立于1982年 而且公司的软体也算是普遍性高的 如果拿尖牙、微软和苹果 作为地表上最贵的公司来看的话 微软我记得还一度超车过苹果 就这样想 有一家公司是微软的十分之一 算是很大的公司了 但是Adobe呢 比较专注于软体的发展 公司这么大 我们就知道公司已经大到不能倒了 那接下来另一个问题是 公司到底有没有未来 就算你不爱拍照修图 或做自留媒体、设计师等等专业人士 但生活中其实都是有接触到Adobe的产品 例如他的PDF 还有阅读软体 Adobe目前有56款主要软体 但实际上00333加强 应该超过百款软体的公司 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 公司很专注在自己的角色上 公司现在的规划是 打算将公司所有产品云端化 相信公司也是很多客户还没有云端化 所以公司有很大的前提去成长 我自己在使用上觉得呢 学习需要一些时间 不像一般手机APP 这么容易了解明白 所以使用者还是偏专业人士居多 公司的财报呢 算是我看过呈现上最漂亮的 首先公司的资产是 272亿4100万 除以124亿4400万 等于2.1 所以大于1很多 表示公司的财务上是很健康的 再来呢 公司在2021年实现了创纪录 157.9亿美金的年收入 同比增长23% 公司的报告年度的GAP 每股收益为10.02美金 非GAP每股收益为12.48美金 公司已经10年保持双数字的成长 Adobe的自由现金流 从2018年到2020年 平均每年为46亿美金 在2021年财年 Adobe产生69亿美金的自由现金流 之前我也提过呢 软体公司呢 不像亚马逊这类型或是传统的公司 像麦当劳或是星巴克 需要仓库或物流 因为主打就是软体 是属于比较轻资产型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公司的自由现金流 CAGR是22%的年成长率 这是公司大大加分的地方 公司主要核心生意是靠数字媒体部门 Document Cloud 数字体验部门 Adobe的数字媒体部分有 有Photoshop After Effects Adobe Acrobat 还有Adobe Sign Adobe Sign Adobe Sign 其实和Docko Sign是很类似的产品 都是为用户提供电子签名文档 获取具有法律约束的数字签名能力 公司过去15年表现稳定 净利率也很高 帮助公司产生了大量的现金流 云端部门也是将要带领Adobe 到另外一个时代 上面的图表显示今年2021年的财务亮点 可以大家参考一下 公司2021年的订阅收入增长了8.86亿美金 同比增长27% 在第四季度的订阅量同比增长50% 公司还有投资人工智慧功能 通过公司的产品中 提供增强的自动化来帮助客户股 公司的营业利益率有37% 并且可以发现公司的规模虽然很大 但是营业利益率还是持续的双数字成长 营收也是很明显在增长 一般来说这种表现只有尖压上才看得到 这么大型的成长型公司 很多都难以维持这种续航力 这也是我觉得公司令人很惊艳的地方 接下来预估2024年 Adobe Creative Cloud的TAM Total Addressable Market 也就是前赛市值为630亿美金 Adobe Document Cloud的TAM为320亿美金 Adobe Experience Cloud TAM为1100亿美金 公司认为自己有机会在2024年实现2050亿的TMA 这可是很惊人的数字 在公司强大的自由现金流产生能力推动下 在实现目标上可能是相当有机会的 我自己也认为长期来看公司是有竞争力的 除了有足够的自由现金流可以发挥 以过去公司的管理团队成功的经验来看 在过去2018年5月以16.8亿美金收购了商务平台 Magento Commerce 再来又以47.5亿美金收购市场的B2B的营销参与云平台 Markito公司 帮公司建立Creative Cloud上面的成长 Creative Cloud是在数字媒体部门里面 而也是目前的公司核心 公司随着时间建立越来越深的护城河 并且也成功转型 让自己的体验云和文档中建立了强大的市场地位 预计5年Adobe的收入将以14.7%的复合年增长率成长 虽然单方面竞争对手也很多 例如大库赛好了 也只能说是Adobe百多个软体中的一个威胁 没有办法一家公司可以威胁到整家Adobe的公司软体竞争 这个是相当少的 最重要的是我们来看一下公司的DCF 也就是公司的内在价值 我通常在有稳定现金流公司上都会采用DCF的算法 我们参考分析师给的大约是985个合体估值 但我自己个人估算大约在700左右 给大家参考一下 结论来看我自己觉得公司相当有吸引力 有好的现金流 数字成长率 还有未来潜力发展 Adobe的主要三个核心产品 有不断的增长的市场机会 还有好的管理团队 虽然在产业上还是有很多竞争对手 但全部来条件来看我还是比较喜欢Adobe 而且看好公司的表现 如果再次拉回480 我会再加仓 以上是分享我自己个人对Adobe的看法 不是买股推荐哦 在这段时间给我很顺体会 就是人都是很善变的 像去年成长股大涨的时候 大家就说巴菲特不行了 一堆人在追随ARK基金凯瑟琳每天的进出 热爱的程度 只要影片有做ARK的都会是票房保证 结果不久的现在开始说女神不行了 又说巴菲特才像是真正的神 以我来看其实不管男股神或女股神都好 他们从来没有改变他们投资的坚持 在投资市场永远都有一套自己的投资准则 后来也是证明在不同时工背景下 他们最后都有成功机会 改变的都是散户 包含我自己有时候也会动摇 经历过2008年和2020年的我 学习到最重要是要相信自己眼光 不要放弃原先设定的投资策略 好的公司最好还是会涨上来 只是时间的长短 2008年的后的股市也是盘整了两年才开始有起色 所以投资上还是要做好仓位的配置 风险高的要控制在自己能承担的风险内 并且手上都要保留现金才能弹性的运用 在投资最重要的是书中有写到在下跌市场中 获利有两个基本要素 你必须要对实质价值有自己的看法 而且必须要坚定不移 即使价格下跌暗示你是错了 也要勇于买进 还有第三个要素 那就是你的看法必须要是正确的 今天这一期凯西的分享就到这边结束了 要记得投资理财有风险 一定要记得独立思考哦 我们下期理财见 拜拜